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曾经四次通话 其中两人曾在2021年的2月11号和9月10号分别通电话 以及在2021年的11月16号和2022年的3月18号举行过视频通话 在2022年3月18号的通话中 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他和拜登都赞同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 都同意双方在各层级各领域要加强沟通对话 拜登在通话中重申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援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而在2021年11月16号的通话中 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 全局性 根本性问题 以及共同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强调推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习近平又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 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这一趋势十分危险 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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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